北快手南抖音 这是描述短视频格局的江湖说法 去年7月 抖音迅速酸红 用户规模超过2000万 视频播放总量超过10亿 开始叫板用户总数超过5亿的快手 不过3月7号媒体报道 如果香港同股不同权的上市架构落地 快手有望今年赴港上市 这将成为中国短视频领域的里程碑 同时快手完成腾讯领头的10亿美元 一轮融资 估值达到180亿美元 那么抖音和快手未来的竞争格局 究竟会如何呢 2016年9月 对标美国Musical里的抖音悄然上线 2017年3月 跃云鹏成为抖音高速增长的催化剂 今日头条迅速将抖音升级为 公司战略产品和西瓜视频 火山小视频 形成短视频矩阵 对快手形成了合围之势 张一鸣表示 2018年要将抖音的营销预算 提高到20亿元 Quest Mobile数据 今年春节期间 抖音的日活用户规模 从3000万暴增到6000万 相比之下 快手耗资10亿元 只增加了1000万日活 从用户增量来看 抖音具有明显的优势 快手是短视频赛道的先行者 2012年的11月 创始人素华将技术应用快手 转型为短视频社区 官方数据显示 目前快手用户总数已经超过了7亿 日活用户也达到了1.2亿 所以从整体用户规模来看 快手的领先依然很大 实际上快手和抖音 在产品逻辑上有着本质区别 快手首页顶部设置了三个icon 关注发现和同诚 下滑首页是内容瀑布流 视频没有分类 最多一句话介绍 弱化了内容质量好坏 强调了社交关系链的沉淀 点开视频 下滑是用户评论区 目的就是为了培育良好的社区氛围 而抖音首评展示的只有一个视频 强调的是将内容消费做到极致 也就是导致单个视频的点赞和转发量占比更高 也就是说推荐在抖音上的权重要比关注更高 关系链并不稳固 导致用户生产内容的动机不同 快手的底层逻辑则是为用户表达服务 追求公平算法而不是点展比最大 无效内容也能够得到展示 让每个用户都能够获得被围观的激励 在快手的内容分发算法框架里 存在着不过分发展头部用户 鼓励腰部尾部创作者的意图 而抖音复化于精神头条 基因是追求更高效的信息匹配 按照点展比做推荐 按照流量来计算分成 在运营策略上 快手遵守着CEO速华 不干涉用户的最高指导思想 不刻意培养大V 不针对明星进行倾斜 不设置便于炒作的榜单 甚至没有和头部网红签约 所有快手说不的事情 抖音全部都在做 最终的不同的运营策略 造就了不同的内容生态 吃货喊卖鬼步 宣战杂车社会窑 快手支持满足猎奇 获得关注的创作者 快手用户只有上热门才能够吸粉 要上热门就必须大量获得用户点赞 所以部分用户见走偏锋 可惜不符合主流价值观 其实快手并不缺乏脱颖而出的 励志青年 比如班砖小伟 月亮姐姐张新月等 不过更多的 还是偏向生活化的视频记录 有残酷的也有温情的 UGC内容生态就像是一个大广场 什么内容都可以发 平台是没有设定中心议程的 反观抖音 这是音乐短视频作为新娱乐形态 被用户尝鲜的体现 问题是这种新鲜感极其短暂 而且垂直内容无法做好留存 所以现在的抖音推荐了很多快手中常见的内容 比如恶搞段子 日常笑话 甚至是生活技巧 不论是抖音平台提供的模板 还是算法推荐和人工运营的合力影响 抖音内容的下沉和多元化 都在设定内容的模式和节奏 所以比起快手 抖音更像是一个有明显功能分区的集贸市场 中心议题被严格设定 然而快手的最大问题是一直死不掉low的品牌标签 媒体曾经评价说 快手是底层青年的生活圈 抖音是上层青年的KTV 背后还是用户圈层的差异 去年12月 快手的合伙人曾光明表示 快手80%的用户来自于二线以下城市 最高学历低于高中 尽管塑花认为快手只是一面生活的镜子 但是归根结底还是缺乏我们不一样的精神自信 快手用户标签在官方一次次解释中变得越描越黑 我们不做任何价值判断 但是广告主的目标用户和地域学历强相关 最终导致快手的变现能力比抖音要弱 目前快手的变现手段主要是直播 每月营收规模大约3亿 2016年6月快手筹备投放信息流广告 但是快手的整体品牌调性似乎很难匹配品牌广告主的需求 信息流中充斥着各种低端产品和微商的广告 而在2017年 抖音的信息流广告主囊括从快销电子汽车等各路大牌 可以说这是快手在这场短视频大战中的致命弱点 综合来看 抖音虽然在商业变现上占到优势 但是今年恐怕还无法真正超越快手 长远来说又缺乏稳固的社交关系链 而快手正是以此筑起护生河 成为一款更高形态的社交产品 当然抖音的内容新鲜感过了保质期 有趣也变成乏味 同样也会面临着后来者的围追堵截 回顾两者的成长路径 其实微博才是处于最大危机之中 截止到2017年9月 微博的日活用户是1.6亿 快手跟他的差距已经咫尺之遥 而今日头条在微头条短视频问答等产品上一路追赶 2017年今日头条全年营收大概率接近200亿人民币 3月10号坊间传言微博封杀了抖音的转发 快手今日头条都是微博鼎盛时期的受益方 初期获得用户流量和下载量 最终都成为了微博一手扶植壮大起来的竞争对手 现在最焦虑的应该是微博CEO王高飞 我们曾经聊过张一鸣的创业故事 关注微信公众号真相大白 像是好人的像 在本期节目推送底部就可以看到 你还可以点击订阅视频 第一时间收看最新节目 我们下次接着聊